開設這個職級主要職務及職責的第三項是施行影響公務員的公務員政策及政府規例向高層管理人員提供意見、監督有關招聘、盡聖聘用條款及福利、編制監控人力及接任計劃 讀完,下面的不讀 老實說,四大紀律部隊,消防員被壓低了 救人如救火,警察會被刹殺,被火燒死,被煙焗死,一樣的 而且火是不可抗力 火就是 阿哥,你看看外國燒樹林的消防員怎麼做 所以,第三項,我非常有意見 消防員一般人工是低於警察 而且還有一樣,有加班就沒有補水 說過很多次,五萬一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三筆政策 不影響資源調配,不影響服務,不影響甚麼甚麼 即是三筆 如果你說第三個職責 這個直屬於消防員 即是他的直屬上司是副處長 那你跟他說 喂,那些刺器怎麼來呢 那個 很明顯 那個救護員上來這裡,陳詞了這麼多次 阿葉太,以前也全力支持 阿屈山上來 未到聲淚區下都慷慨陳詞 一等,都等了幾年 是不是 你現在還要用合約公事嗎 簽了這麼多就這麼多 五萬一就五萬一就吃了去 梁議員,麻煩你聚焦些問題 那我問到第三個,那怎麼辦 他做不做到這件事 他會不會反映這些不合理的事 他會不會反映這些不合理的事 他會在裡面看上來 那我給部門回答 我想問你們到底 就這些問題 有沒有第一做過諮詢 在不同層級的消防員 第二有沒有做過估計 第三 你有沒有做過一個和職場的比較 這麼辛苦的事情 要追加的事情 在外面賺多少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說 你做五萬一小時 你吃虧一點 如果你能夠變氣 我就補回三小時給你 在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尤其是政府 是這麼無賴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麻煩 哪位答 廚長還是秘書長 秘書長答 我問得很清楚 assessment 諮詢 和一個橫向的比較 就是有沒有一個政府 衰得這麼交關 秘書長 你好 哪位答 我答 我想回到這次人力建議 這次我剛才也解釋過 我們建議將行政科的主管 由現在的首席行政主任的 即級提升到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的 增加 我們相信能夠有一個 比現在的級數 是增加一級的同事 去處理 常話短說 你不用說了 你會不會來立法會議員 做一個調查 看看那些立法會議員 對我剛才說的那些意見 這個第一個很簡單 立法機關的意見 你知不知道 你會不會做 第二個assessment 問題 你是怎樣assess那些東西 第三個諮詢 你是怎樣諮詢 可不可以給一個 完整的書面 意見給我們 我再說一次 你會不會問完所有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因為我們是給你錢的 是 那個立法會的諮詢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次財務的建議 其實首先是去過事務委員會 現在都來到這個人事編集委員會 不是 我說每一個立法會議員 我叫梁國雄 我排第一行不行 我都告訴你 他說 阿哥 給你錢的那些意見 你都不要 我告訴你 否則有人來拉票 我們已經全票通過 錢給你 弄肯給你 還有你工資 東消策 阿哥 麻煩你幫一下自己 找我 找七十個議員 好沒有 我相信是認同的 vedere 好像我剛才那麽說 好像我自己那麽說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向 立法會諮詢提升職位的職位 individually 谢谢大家